沒有手機在身 港女說 犯戶麒麟最要緊 英國有調查發現 超過五成人患了沒有手機照類症 若果有一天你沒有手機在身 又會怎樣呢 很不習慣 其實沒甚麼過 但總是覺得感覺很不自然 很不安 如果真的沒有帶我 如果有時間回頭 就回頭 應該要馬上犯戶麒麟 始終現在很多事聯絡資料 各方面都是用在手機上 不會特地說令我媽媽出來 變成如果沒有手機 我可能做事要找人找不到 咦咦 但男師們似乎不是這樣看 輕鬆一點 不用理任何事 有甚麼婦人工作找你可以不用理 老闆找你不用理 你沒有電話 那你到處電話打 跟朋友談不得計算 不會死的 原來說沒有手機 招女症的港女 真的多過港男 而且港人機不離手的程度 都跟英國差不多 都頗長時間 一有放隔離時間就會走去用 如果自己吃飯當然會 但如果跟朋友的話就一同 那些就不會再用 上班也沒有時間看 但可能一有時間 就是第一時間拿電話出來看 自己一個人的時間會比較多 如果跟朋友或做事時 就未必會 就算出了埠 手機都閉不出身 你要上網找Google Map 因為外國一定會當塞路 你去旅行 始終乘車沒有東西做 你除了看風景 看風景 你沒理由說全都是樹 河 你拍到門 最終會玩一下 英國有一半人都沒有設定電話 那香港又怎樣呢 很多時候我朋友拿來玩 又問我Pass 都不知會來做甚麼 有的 因為怕如果真的不小心掉了 別人撿到都不立即可以看到 我保安 怕如果真的不見了手機 起碼人們不會拿到我對面的東西 那又是 設了安全點又安心點 都是這麼多幾顆掣 又有所謂 不夠粉 ST Lauder 新眠肌膚拯救隊 抵達各專門店專櫃 今星期是Good Sleep Week 一起早點睡 讓肌膚休息一下